五十万首付 苏洛洛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钱 最后房产证写我了名字 不会被他发现吧 放心 我瞒得死死的 这么大个血包 还要继续让他还贷款 好一个血包 洛洛你怎么来了 我不能过来 你骗我说创业没钱 或把我全部的积蓄都给了你 而你全部把它拿去给他买房还不够 还想继续吸我的血环带 谁让你蠢啊 你也不照着镜子看看自己 一个破百摊的 又土又无趣 倒贴都没人要 还指望有人爱你啊 是我俠里给还钱分手 你也配齐分手 想清楚了 离了我 你再找不到比我更优秀的人 你这种畜生也配 大街上随便一个男人都比你好千百倍 那你去找啊 你现在要真能找到 我立马把钱还给你 苏勒勒 别忘了六年前的事 没人会接受你的 陆总好 陆总好 陆总 宫地脏 您穿上 通知所有高管 宫地集合 今天质检 我要亲自去 那老夫人给您安排的相亲 六年了 还没有忘掉那个女人吗 陆锦锡 我给了你六年时间 闲闲都六岁了 我告诉你啊 你今天必须带个老婆回来 奶奶 我去哪儿给你找 总不能大街上随便拉一个吧 你结婚了吗 没有的话 能不能娶我 找这么一个上不得台面的东西 苏勒勒 你脑子是不是傻了 上不得台面的 是你这种人渣 他长得比你高 比你帅 哪都比你好 你 帅有什么用 一个破搬砖的农民工 有什么出息 不像阿全哥哥 可是富二代 他的鬼话你也信 我妈现在是亚洲第一集团 陆氏集团的高 年薪百万 那你还骗我钱 还钱 连女人钱都骗得败累 也敢冒充富二代 你个臭农民工知道什么 这有你说话的地儿吗 农民工又怎样 最起码他挣的每一分钱都干干净净 说的好听 我就不信 你真会嫁 只要他愿意去 我就愿意嫁 我愿意 这样啊 信不信我现在就去投诉他 让他被开除一无所有 这个世界上 还没有能开除我的人 你说你的母亲 是陆氏集团高管 那你知道 我是 不就是农民工吗 哦 我知道了 这个楼盘 是陆氏集团的 你是陆氏集团的 臭农民工 哈哈哈哈 我还以为 是什么大人物呢 原来是一个包工头啊 给阿权妈咪 提鞋都不配 闭嘴 我给你三天时间 你如果不还钱 我就去陆氏集团 找你的高管母亲要钱 你 干威胁 只有废物 才会打你 你又是什么东西啊 我玩你的过鞋 你也要 以前是他育人不熟 曾经以后 我会好好照顾他 对了 你说你母亲是陆氏高管 敢问 是谁手下的高管 当然是陆总 你问这个干嘛 没什么 为了感谢 你们把洛洛这么好的女人 送到我身边 我准备了一份大礼 送给二位 我准备了一份大礼 送给二位 我们走 来两位新人靠近一点 看镜头 不笑 三二一 没想到 我真可只见过一面的人结婚了 你家在哪 我送你回家吧 我家 我住在工地宿舍 你没房 住工地吗 那你介意我没房住工地吗 当然不介意啦 我也没房啊 要是前辈被骗的话 我就能付个首付了 这样就有房了 我建议你给陆氏集团的法务部打个电话 说明一下情况 也许 他们会把钱退给你 陆氏法务部 怎么可能会帮我 万一呢 陆氏集团可是大公司 陆总也是个是非分明的人 那我试一试 喂 去查看法务部有相 是陆氏集团法务部吗 有苏露露投资信 这些解决 我叫苏露露 还有 我有一笔钱想申请一下课本 我们会返还给您 抱歉真的可以还给我吗 啊 太感谢了 成功了啊 我 我成功了 陆氏法务部说会把钱退给我 恭喜啊 你可真是个福星 走 我请你吃饭 那个废物就是可爱 他能送什么大礼 什么 房不卖了 你们还把钱推给苏露露了 我们律师稍后会跟您联系 客 你妈咪不是高管吗 钱怎么会退给苏露露 听说 陆总这几天在工地检查 我妈怕苏露露闹事影响她工作 就还钱了 那还是阿姨的工作重要 苏露露那钱也不多 退了就退了 他找那么个废物来侮辱我 我咽不下这口气 我有一个办法 能让苏露露颜面尽失 什么 干杯 干杯 我啊再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我从未经历室 我家里就我一个 我的工作呢是卖甜品 每个月大概五六千块钱 苏先生你呢 我我在工地上班 每个月的工资 够自己生活 家里还有一个奶奶 没了 没了 啊 陆先生话还挺少的哈 宝贝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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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这是我朋友家的孩子 他爸爸失踪了 看他可怜 就把他接过来 当自己儿子呀 没想到你那么困难 还挺乐意住人的 放心 我会和你一起抚养他 多吃点 诶 等等 我先拍个照 喂 苏露露 明天同学聚会 周全让我通知你参加 怎么回事 你们吵架了 我跟他已经分手了 还有 我已经结婚了 什么 结婚 这么大的事 你都不跟我说 哎呀 说来话长 以后再跟你解释 可是李老师也会参加 先不说 李老师之前对你的照顾 就说李老师现在 可是陆氏集团的副总监 多少人想见他一面 都见不到 我 你好好考虑一下 我等会儿再答给你 怎么了 扯眉哭脸的 唉 周全搞了个同学聚会 我不想去 但不去又不知道他们要怎么造谣我 老师和同学们很有可能会相信他 那就去 可是我只是一个卖甜品的 就不会打扮自己 去了会被嘲笑吧 就因为这个 嗯 走 我带你去个地方 哎 去哪 还没买单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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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里应该很贵吧 不会 都是租的 只要 几百 是是是 只要两三百 这里装修那么好 没想到 那么便宜啊 二三十万的造型团队 也亏得陆总说得出两三百 而且他们的化妆技术也很好 保证让你成为聚会上最亮眼的存在 这会不会太为难化妆师了 放心 我们是专业团队 全新年年代的 未经历 离开 你太暴露 太保守 路总 您到底要什么效果 这里的裙子 都太俗了 把我拿件古董礼服送过来 可是您拍卖走的那件天价古董裙 难道我真怎么打扮都不行 快快快试穿这件 哇简直绝美 哇 夏行姐 你好美啊 这套礼服好漂亮 脖子上的项链也好贵气 要花不少钱吧 不贵 也就一百多万 哈钱送了我很多 你们感情真好 真让人羡慕 苏露露呢 她来了没有 嗯 没看到她 她一个摆摊的 可能连借像样的礼服都买不起 不敢来了吧 摆摊 她怎么过成这样 她每天捧头垢面的 打扮 也打扮不出什么花来 跟她分手 是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决定 是吗 她是谁 好美啊 这条裙子 该不会就是前年被拍卖出天价的古董裙吧 古董裙 怎么可能 她好像变得不一样了 苏露露 你变化好大 是啊 我记得你以前留了其留海 然后还戴了黑框眼镜 没想到现在变得这么漂亮了 穿这么漂亮 看来苏露露了很重视这次的聚会呢 放心 今天我会给你一个终身难忘的惊喜 拭目以待 也不知道李老师今天有没有来 他可是陆氏集团的副总监 陆氏集团 亚洲第一集团 超有钱 说起来 我们洛洛跟李老师还有些渊源呢 什么 我们洛洛的男朋友是 陆氏集团 我们苏露露的男朋友是 陆氏集团 工地上的工人 工地工人 跟你这个摆摊的还真是门刀共队啊 很好笑吗 摆摊怎样 工地工人又怎样 就不值得被爱 被坚定的选择吗 话说的真好听啊 我都要为你纯洁的灵魂感动了呢 只是 这么不在乎金钱的你 怎么还穿条假货来参加聚会呢 我没有穿假货 这条裙子是租的 真是笑死人了 这条古董裙 售价三千万 就凭你那个工人男友也租得起 三千万 这条裙子这么贵 买不起真的就别买 干这种上不得台面的事 真是丢死人了 看来你男友 不仅人废物 人品还差 他可能不知道是假的 或者被别人骗了 别找借口了 不就是一条假裙子吗 我们不会嘲笑你的 哈哈哈哈 嘲笑什么 李老师好 李老师好 李老师您来了 我们再说 苏洛洛这条假的古董裙好看 像真人呀 这条裙子 这不是假的 什么 这条裙子是真的 哇 这怎么可能呢 古董礼服之所以贵 是因为它不仅用的是 香云纱和塔丝绸 这两种顶尖的面量 更重要的是 上面的环金丝线 和一千多颗钻石 是用失传已久的乱针法 从指而成 只要见过一次真品的人 就绝不会忘记 这样是真的 你怎么会有这条裙子的 我男朋友租的 租 我看是偷的吧 夏琴 没有争取 不要胡说 那你怎么解释 这条裙子的来历 不就是你那个 农民工男友偷的吗 李老师 你有所不知 苏洛洛的男友 是陆氏集团的工人 偷古董礼服 很方便的 我打电话问他 陆先生 怎么了 你偷古董群的事 已经被发现了 骗得了苏洛洛 可骗不了我 你都没有给他解释的时间 解释 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公司的重要物品 出现在一个农民工身上 说不是偷 谁信呢 我们李老师 还是陆氏集团副总监呢 你们盗窃公司 最重要的物品 还穿在李老师面前 把李老师置于何地呀 哼 苏洛洛 把衣服给我脱下来 我 我没有带起他衣服 把他衣服给我扒下来 要是掉了钻石什么大伙 苏洛洛全责 脱 不要脱了他 不要碰我 那个小朋友 把这活动机给我脱下来 脱了他 不要脱了 脱 给我脱 不要碰我 把衣服给我脱下来 把他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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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闲线 陆闲线 家里每个角落都找过了吗 闲线为什么会失踪 住手 干什么 哪里来的小屁孩 这没你的事 走走走 小文故里说 今天爸爸的新老婆 会在这里参加宴会 他带着我们家柜子里的东西 不会就是他吧 你脖子上 你脖子上这个怎么来的 当然是我老公送给我的 关你什么事 赶紧滚 陆景行啊 陆景行 你眼瘸了 爸爸说了 不能欺负女孩子 哟 小屁孩 那你爸爸有没有教过你 不要插手长辈的事啊 尖酸课我的大坏蛋 你不配当我的长辈 你 有什么冲我来 欺负一个小孩 算什么本事 人没心善的你不走 找了个动手的儿子的好老婆 不仅行你行不行啊 没关系 他们没人敢拿我 我爸爸会保护我们的 年纪兴兴 口气挺大呀 你爸算哪根葱啊 我爸爸是陆氏集团 总裁陆景行 我爸爸是陆氏集团 不管你爸是谁呢 小屁孩 识相点 赶紧滚 要滚也是你们滚 信不信我让你爸 在这个 在这个城市里混不下去 你是谁 很厉害 小屁孩 你懂什么 他妈妈可是陆氏集团高管 而这位是陆氏集团的副总监 这里的人 你爸都得罪肚气 你们根本不配和我爸爸比 我让小王助理来对付你们 小王哥哥 我被欺负了 你快来 小朋友 年纪小 可不能养成吹牛的坏毛 小王助理 那可是陆总最信任的贴身助理 怎么可能被你 故来换取的 你们不要为难一个小孩了 现在这里不欢迎你 我带着他走就是 行啊 你们走可以 但古董群得留下 陆总 行车少爷给我发消息了 有人欺负他 我们快走 是我们帮你脱啊 还是你自己脱啊 反正你身材这么好 脱了出去 说不定还能勾引几个有钱人 帮你赔钱 周全 你不要欺人太甚 你这不是侮辱人吗 对啊 就是侮辱你 怎么了 你有本事 也可以欺负回来 可惜 自己是个废物 嫁得老公又是个没出息的农民工 只能打掉牙齿 或血吞了 哦 仗着你妈是陆施高管就肆意忘灰 陆施的脸都要被你丢尽了 你这个摆摊的还叫醒去阿权来了 不认你们欺负他 我喜欢他 还要到我妈咪的 妈咪 我看你这个小屁孩还是个傻子 在街上乱认妈咪 妈咪你别怕 我爸爸他们到了 他们不敢再欺负你 欣欣你有没有受伤 我没有受伤 但是他欺负我妈咪 王助理你怎么来了 是不是陆总 有什么指示 你还好意思听陆总 王助理你来的正好 我们帮公司抓到了个 盗窃公司财产的小偷 你可得跟陆总好好说说 王助理你打错人了吧 这个女人偷了公司价值千万的古董群 你还维护她 要是被陆总看见了 你是不是不想在陆市待了 我看是你们不想在陆市干了 笑话 就凭你一个小助理 苏洛洛 你勾三搭四的能力 不想啊 前有农民工 后有小助理 给人当聘徒 当挺爽 你 你敢打我 你知道我是谁吗 那你知道他是谁吗 不就是一个乱认爸妈的傻子吗 这就是闲宪陆总的独身子 王助理 你没弄错吧 他是陆总的儿子 你说呢 苏洛洛竟然是陆总的女朋友 这下完蛋了 啊 那个啊 公司里还有点事 我先走了啊 哎 那苏洛洛偷了公司的裙子 李老师你们都不管了吗 我没说过 你别污蔑我 他们欺负妈咪 爸妈咪的裙子 小王 你给我收拾他们 裙子是陆总租给苏小姐的 价值三千万 今天所有爸苏小姐裙子的人都要赔 一人一百万都不够 我没有钱赔 夏勤姐 那么有钱 你帮我们出了呗 是你送用我们爸苏洛洛衣服的 要赔你赔 对 他赔 他赔 阿全哥哥 怎么办啊 他不会是赔不起吧 还富二代呢 谁说我赔不起 不就是几百万吗 我现在就打电话让我妈取钱 别打了 你妈已经涉嫌偷到财产 被抓了 晚家 于秀英的儿子 晚家 于秀英的儿子 什么 管管家儿子 啊 你谁说他不会是 这不是他 我这是没想到 你把公司 你教唆你妈偷盗陆家财产 造成严重的事 去牢里跟你妈团聚吧 原来你妈不是高管而是管家 周全你混蛋 妈咪 小王 我们走 妈咪 你要去哪里 我让爸爸送你 刚刚谢谢你啊 咸咸 但是以后 不能乱喊妈咪哦 可是我喜欢你 你叫给我爸爸 当我妈咪 好不好 抱歉啊 我已经结婚了 而且 我很满意我老公 但是呢 我可以成为你干妈 咸咸爸爸到了没有 趁现在还早 我要去摆摊工作了 下次 给你做好吃的 嘿嘿 我跟你说 我爸爸早就到了 我去找他 小王怎么回事 这么简单的事还没有处理好 拜拜 怎么跑这么快 谁呢 陆咸咸 你现在胆子越来越大了 到处乱跑 要是被人抓走了怎么办 哼 还不是因为你 悄无声息的 给我找了个后 我不喜欢那个丑八怪 爸爸什么时候 教过你羽毛取人呢 而且他哪里丑 我不管我不管 我就是不喜欢他 爱你们离婚 你 牧总 您别怪贤贤少爷 您要知道 世界上所有人都讨厌货吗 要想贤贤少爷接受夫人 来 那我该怎么办 贤贤少爷还小 您不如先搞定夫人 让他知道你有孩子的事实 再让他俩慢慢培养感情 有道理 是时候 该坦白这一件了 我学眼界 找妈咪还得靠我 看一看 亲手做的甜点 好吃不贵 欢迎试吃 妈咪 咸咸 你怎么一个人过来了 爸爸不要我 爸爸不要我 去找亲老婆了 我没有饭吃 我只饿 喜有私利 世上竟然有这么狠心的吧 先生不要爸爸了 先生想跟着妈咪 啊 妈咪现在有点点穷 暂时还养不起你 没关系 那我就拿爸爸的钱来给你 真是妈咪的好蛋 来 尝尝妈咪亲手做的小甜点 真好吃 妈咪好棒 那是 我做了三年的甜点 可是这条街的甜点小西施呢 哦 对了 妈咪 你老公呢 为什么不帮你一起卖面包 我老公啊 在工地上班呢 他没有时间 慢点吃 没人跟你抢 如果我的孩子还在 应该也有这么大了 好温馨的画面啊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你六年前 死掉的那个孩子呢 管 这不欢迎你 我来买面包 我没做你的声音 那我今天就站在这 你也别想做其他人的声音 行 你买 哎呀 不好意思 手滑了 没关系 三十二 微信还是支付宝 不用找了 不许欺负我妈咪 小皮孩敢踢我 谢谢 你敢把我儿子 连你也敢打我 老虎不发威 你当我病猫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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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爸爸 这样的垃圾 我来收拾就好了 别脏了你的手 这样帮助那个坏女人 就不妈你 姐姐 你这个肮脏的吓的人放开我 骂我可以骂我身边人 别逼我山林 她的脸没伤到你吧 手疼不疼 你们 你们给我等着 她又找你麻烦了 放心 我帮你解决 我都没把她放心上 别说她了 给你介绍一个小客人 她叫贤贤 咦 神呢 刚刚还是这里的 你们认识啊 她有没有跟你说些什么 哦 没说什么 就说 她不喜欢当后妈 小兔崽子 这是过来警告 露露不要当后妈 你来是 没什么事 我过来看看 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我拿个扫把 把这里扫一扫 啊 扫把在 救命 拐小孩啦 救命 拐小孩啦 你大半夜 又乱跑出来干什么 我散步 你散步散了20公里 就为了和我说 你不喜欢后妈 是 总之有我在 你别想跟那个 花女人在一起 哎 闲闲 不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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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听不听 陆总 这么晚了 不如先让闲闲 少爷回去休息 你把她送到奶奶家吧 是 陆先生 您认识闲线吗 什么闲线 哦 没什么 对了 今天那个裙子 我听别人说挺贵的 两百怎么租下来的 我找熟人 拖的关系 喂 小苏啊 你没在摊位 我早点有点事 啊 我就来 今晚别坐了 我们回去吧 不行 多慢一点 才能早点还债 还什么债 那个 裙子出了点意外 虽然不是我弄坏的 但还是得还 除去我自己赚下的五十万 不知道还要还多少 当然要努力一点 他竟毫无怨言的悲战 不用还 裙子有保险 真的吗 太好了 太好了 我记得 真些事 乐乐 你有没有想过换一份工作 你有没有想过换一份工作 想啊 我也想在干净舒适的办公大楼 可是我学历不高 而且打工还没有我现在摆摊真的多呢 得想个办法把他安排进入室了 胡阿姨 小叔啊 你要点些什么 啊不 我来是有份活长里 明天A4慈善晚宴 后厨去了个甜点师 你跟我一块去 一天有上千元呢 上千 我去 陆总 闲闲少爷闹着明天 要跟您一起去A4的慈善晚宴 就是我同意了 几行 我在A4接了个帮厨的活 你明天有空吗 我们可以一起去A4玩两天 我没空 我明天要加班 工地也要加班 我 赶工期 你们还在赶工期吗 是啊 车会就忙 我这也在忙呢 猜好了没有 来来来 我先挂了啊 爹地你笑得真恶心 哎我出差 你为什么非要跟过来 谁知道你是不是跟那个坏女人约会啊 我要盯着你 哎你这臭小子 陆总你要去后台准备领奖了 在这里给我待着别捣乱啊 该怎样让爸爸放弃坏女人喜欢上妈咪呢 妈咪 咸咸你怎么会在这 我跟爸爸来出差 你那个没人心的爸也来了 在呢 他等会儿还要上台领奖 妈咪我爸爸很有钱 他是个大老板呦 你要不要考虑一下他 可是我已经有老公哦 你喜欢你老公什么 我尽量让我爸爸朝着那个方向发展 嗯 我老公呀长得很帅 我爸爸也很帅 就像我一样 我们闲闲啊 天下第一顺 好啦 我要先去后处忙了 嗯 得想个办法 让妈咪看到爹地的优点 爱上他 你就是素洛洛吧 你就是素洛洛吧 快来快来 后手的活你先不用干了 为什么 我做错什么了吗 没事没事 我们缺一个礼仪小姐 你过来帮忙代替一下 可是我没当过 我不知道流程了 只要搬个奖就行 爸爸我给你准备了个惊喜 我只求不是惊吓 完了完了 我等会给谁颁奖都不知道 天哪 你不知道自己是给陆总颁奖吗 不知道啊 他很厉害吗 当然厉害了 陆总可是商界奇才 五年前陆氏集团濒临破产 就是陆总 凭一己之力力挽狂澜 拯救了整个家族 带领陆氏集团成为了亚洲第一集团呢 我们都是为了陆总而来 梦想着被他看上 成为总裁夫人呢 唉 我不想成为总裁夫人 我只想快点搬完酒 欢迎本次慈善宴会主理人 陆氏集团总裁陆锦欣 有请我们的李仪小姐上台颁奖 有请我们的李仪小姐上台颁奖 好 完了完了 爸爸看到妈咪都呆了呢 陆总 你是不是该给我一个解释 乐乐 听我解释啊 好你解释 其实他才是陆总 陆总身份保密 平常公开场合都是我替他出席 啊 是啊 我才是陆总 我们之前见过的 可你不是搞工地的吗 你不是陆总 你不是陆总助理吗 我让他帮我监工 为了考察公司 威夫司法 我对外是王助理 哦 是啊 难怪神经上的天被欺负你这么生气 对不起 是我错怪你了 我没事 毕竟 是我隐瞒在线 回家后 你想怎么惩罚我都行 你不用送我自己回家就行 我说的是 去我家 啊 你家 我们是合法夫妻 空居 不是很正常吗 没没什么 我走之前先去跟无一打声招呼 我等你 这一天天的可真自己啊 陆总 您为什么要隐瞒身份啊 你不懂 陆总 闲县很讨厌陆 这一次 一定是他为了拆散我们的恶作剧 爸爸 你喜欢我送给你的弟兄吗 你过来 看我不打死你 大小孩啦 妈咪救命 妈咪 你看到了吗 我爸爸是个大老板 很有钱 也很帅 的确 你爸爸是陆总 确实有钱 长得也不错 是的呢 但是闲闲 下次不可以这样了哦 我很爱我的老公 我是不会离开他的 哦 我还没打你呢 你什么表情 哎呀 找手术呢 真没用 连女人的心 都抚获不了 哇 你家好大呀 这已经是你一下最小的房子了 可是很新 好像没人住过 这是我贷款买的 花了不少钱吧 你放心 我会和你一起换贷款的 以后啊 这就是我们的家了 这就是我们的家了 你知道吗 陆氏集团通知我明天去面试 说 是不是你安排的 说 是不是你安排的 不是啊 你能进去全是因为你自己 我自己 公司最近急需一个前台行政 陆总觉得你上次慈善晚宴表现优异 所以才想到了你 嗯 那我要好好准备明天的面试 苏乐乐 你怎么在这儿 我来面试的 你也来面试的 不好意思 我行政部门在职 也是你此次的面试官之一 你一个高中毕业的人 也好意思来陆氏集团面试 竟然只有高中毕业 是陆氏主动在面试邀约的 而且我面试的是行政 不需要很高的学历 这个岗位的确不需要很高的学历 但基本的道德还是要有 而你不符合这个岗位的要求 那像你这种当小三 联合渣男骗钱猛王的人 就有道德吗 你 你一个未婚仙女 还抛弃孩子的人 有什么资格讲我 陆总 我没有抛弃 是他没有活下来 都是你们害的 关我们什么事 总之是你自己不检点 像你这样不检点的人 就从最低级的行政助理做起 孩子都快出来了 孩子都快出来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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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收呼吸 一二三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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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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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生醫生 我的孩子呢 抱歉孩子沒活下來已經處理掉了 不 姐 孩子 孩子 別怕 我在 你是有多愛那個男人 才會願意給他生孩子 怎麼還沒有找到 陸總 明天我們找到人有消息了 他在醫院 走 孩子母親呢 走了 這孩子是賣給我的 我 我 我 你 你 你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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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闲闲的生母 要是和露露一样爱自己的孩子 昨天公司的事 你是不是都知道了 嗯 我父亲去世的早 我和母亲相依为命 大学那年母亲患病 我为了钱去了会所 被客人关罪 十个月后生下了孩子 可是医生告诉我说 孩子没有活下来 对不起 我来晚了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周全 他跟我说不在意 以为自己遇到了真爱 可原来一切都是装的 这不是你的错 对不起 之前是我没有跟你说清楚 一想离婚 随时都可以 物理 其实我也有一件事 一直瞒着你 什么 其实我也有一个 我也有一个 苏洛洛 怎么还不来上班 你想报反吗 我现在就打电话 把下信开掉 别 你又不是陆总 我没问题的 你不用担心 打个比方 陆总想娶你 但是贤贤不喜欢你 你会嫁给陆总吗 难道贤贤 闹着要陆总娶我 贤贤吃醋了 当然不会 首先我不喜欢有钱人 其次 我不会因为婚姻 而伤害一个孩子的 你今天迟到了 反正你去楼下打扫卫生 迟到是扣钱 没有规定要打扫卫生 我规定的 你现在就给我去 怎么 你还想违背我的命令呢 你以为自己是谁 可以在公司为所欲为 公司是陆总的 那你有本事 就叫陆总来帮你啊 那我就不去 有本事啊 你就叫你那在牢里的 渣男男朋友来帮你啊 你 没有查到那个男人是谁 但生产医院在仁爱 仁爱医院 洛洛生产的医院 竟然和闲线出生的医院一样 难道 去查一下洛洛那年钱 在仁爱医院所有的生产信息 还有 我有孩子这件事 在时保密 干什么 跟你说个秘密 没兴趣 那如果是陆景行 已经有儿子的秘密呢 你说什么 不小心 你们俩还真是相配 你自己不检点 六年前未婚先孕 如今你那个农民工男人 还有个私生子 洛洛啊 自己孩子没了不要紧 这不还能帮别人养孩子吗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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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洛洛确实在六年前 担下一名男婴 还有夏大强 是夏浅的父亲 闲闲少爷 很有可能是那个男婴 等会儿 我会再给你苏洛洛的头发 你拿去做亲子鉴定 这件事结果出来之前 不能和任何人透露 明白 喂 陆总夫人和夏浅在公司打起来了 什么 入手 陆总 你没事吧 这里是公司 容不得你放肆 好恩爱哦 私下里 我 私下里却是私生活混乱 有私生子 不过 苏洛洛也是未婚先孕 倒也没资格闲进你 陆氏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员工 你一个农民工管得着吗 苏洛洛这种货色都能来 不过 不过他今天在公司对我动手 恐怕马上就要滚蛋了 是马上就给我滚蛋 好 陆总 陆总 你怎么可能是陆总 给我丢着去 不可能 这不可能 他怎么可能是路怎么 我们离婚了 打个比方 陆总想娶你 但是闲仙不喜欢你 你 会嫁给陆总吗 欢迎本个集团晚宴出演的 陆总 来 陆总 这么明显都没发现 苏洛洛 你还能自欺欺人吗 我们离婚吧 洛洛 你听我解释 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陆锦西 骗我很有意思吗 我没有要骗你 我是真的爱你 那为什么要隐瞒自己身份 你不是也曾隐瞒过你 我 我 对不起 我不是那个意思 是啊 我们的婚姻充满晃 离婚吧 啊 啊 时间是终定的 今时是否会 陸總前前少爺又不見了 什麼 走放開我走放開我 你這個壞女人放開我 要怪就怪你爸害得我身敗名裂 如今我一無所有 就讓你爸陪我失去的一切 這場充滿懷疑的回應就這麼結束了 孫樂樂被男人騙了兩次 你還真是失敗 仙仙 別過來 小琴你冷靜一點有什麼事情我們可以好好 商量 還在這裝慈母呢 讓你老公準備一千萬現金過來 死責 我就拉著這小屁孩一起死 我現在就發 啊 仙仙 媽咪 媽咪 是你們逼我的 哈媽的 這個混蛋 夏琴綁架了洛洛和閒線 他現在很危險 你快去報警 我先過去 夏琴 放了他們 好啊 居然報警 那就一起死好了 嗯 你們沒受傷吧 你們沒受傷吧 妈咪 妈咪你醒了 陆总 金银报告的结果出来了 妈咪你还难受吗 如果难受 我跟你去喊医生哦 没事 不用了 原来你爸是陆锦西 我不是打就跟你说过了吗 我真是蠢 现在才发现 那你口中的后妈 很有可能就是我 嗯 不是上一次 在庄园的那个丑八怪吗 不是 太好了 你是我妈咪 可是我跟你爸 要离婚了 不要妈咪 大人吵架 孩子是无辜的 我不要爸爸 我要跟着你 不离婚 妈咪舍不得你 谁舍不得 我一直以为 闲闲说的那个后妈是你 不接受的人 也是你 所以才不敢告诉你这一切 现在才知道 才知道是夏晴 妈咪 是爸爸太爽了 跟我没关系的哟 那闲闲的生母是 闲闲的生母是你啊 什么 你孩子出生的那家医院 和我找到闲闲的医院 是一样的 而且我也做了亲子鉴定 你就是闲闲的亲生母亲 闲闲 我的孩子 妈咪 我就是知道 你是我的妈咪 从今以后 我们一家人 永远不分开 我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